今天是高中音听第二次考试 分成上下五两场进行 考生普遍认为考题比上一回简单 有不少考生都是考第二次 觉得自己会考得更好 只不过今年有一成的大学 首次把音听成绩列为入学的门槛 也让外界担心在教学资源 分配不公的情况之下 就采集音听成绩 对偏乡的弱势学生不公平 仔细听考题专注作答 高中第二次音听测验 学测隔天紧接着登场 不少考生觉得考题比上次简单 感觉比较好写 希望有B吧 是只有C耶 我觉得应该有A吧 还蛮胜利的 应该会比上一次进步 会那么拼考两次 都是因为今年首次把音听 纳入大学入学检听项目 像是台师大英语系和气管学程 成大外文系 政大外交系 和高一 亚裔学系等 都设有音听门槛 繁星推荐音听成绩得达到A级 否则就和这些校系说再见 学校的设备能不能配合 那么学生在学校学了以后 回家 他家里有没有这样的资源 可以提供他复习 直接影响到这个偏乡 比较弱势的学生 他在音听这一科上面 有没有办法拿到好的成绩 全国也有一成的大学 将音听列为入学门槛 但国内教学资源分配不公 数据会说话 看看首次音听测验 全国12万7千多名考生 北部考生近两层 拿到A级最高分 但东部不到一层 离岛更只有5% 且东部和离岛 都有约半数学生 拿到C级分 这样的城乡差距 考生也很有感 从小有接触英文的话 你当然对英文的感受比较深 然后如果像比较偏向的话 当然就是从小比较没有接触英文的话 就可能就还是有多少会有差 你一定会的 那个教育资源就有差 他应该是采集作为一个参考 而不是设定一个门槛 因为设定门槛的话 那么对于有些偏乡弱势的学生 他如果音听达不到这个门槛 他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学校的细索 我们要考虑的 英听列为大学入学门槛备受争议 台大和交大就是担心英听成绩 有城乡落差 今年不将英听列为门槛 教育部也得想想办法 否则部分消息把偏向弱势学生 聚于门外 对他们实在不公平 郁电TV综合报道